现在不景气很多慈善单位他们接收到的捐款是越来越少 不过我们带你看在大陆有一位慈善家 他也是企业家叫做陈怀德 他是固定捐款帮助很多小朋友 贫穷的孩子有机会念书 无情的地震不但毁了孩童的学校 也让很多人无家可归 现在带来重创还好来自全世界的元首 其中44岁来自中国广东的企业家陈怀德 不只捐出1500万人民币 还号召员工一起投入正在活动 一直把捐钱行善当成习惯 这是因为陈怀德体验过贫穷哀二的日子 之后他捐钱盖小学知识体育活动 后来因为母亲病逝 让他决定投入妇女保健事业 他很多疾病 但是最后要他性命的是子宫癌 后来我就觉得应该生产原发一款产品 真的是能做到克服女性升级健康保养的产品 两年多的时间 一次次的临床实验 陈怀德终于研发出妇女保健用品 这项产品也让他的事业拓展到全球 并在2006年获得世界华人杰出贡献奖 工作忙时间少但行善助人 是他不便的坚持 先舍后的不舍不得大舍大得 对不对啊